华严经探险期 是六十华严的诸解 行手过私造的 那么他对于法论两个字 有解释 法归持义 前面我们虚苦 贵是规范 持是保持 说通有四语 一般来说它有四个意思 为教理行古 这通常讲佛法 佛法经典文字 只属于教法 这教理的话有理 有道理 根据这个理论 方法去修行 所以经呢 有教经 有理经 有行经 通过修行 最后整过 这就是 气力 其辱力 或者是物入 开悟 那么从教理行 果 这个意思来看 佛陀的教育 是真实的 它有果 那如果只有教理行 后头没有果 这就不是佛法 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行 所说的 博修 审问 圣思 明辨 独行 意识 完全相同 老祖宗 教我们 学习 前面 四个 是学问 后面一个 是独行 如果 不能把 所学的 变成生活 变成工作 那这个教学 就不是真实的 中国的学问 叫实习 真实的学问 学了之后 观用 佛法 也如实 佛法不但有行 而且有真 其辅 其如 所说之理 理 是一切法的依据 一切法是四 有理 有四 四从哪里来的 有理论的依据 这个理 就是自信 一切 一切法是自信 所生 所信 阿赖耶 所变 没有阿赖耶 问题 就解决了 有了阿赖耶 就麻烦了 阿赖耶 是 虚妄 不是真实 迷失了自信 自信就现一个 妄性 真心 真心就现出一个妄性 这个妄性 叫阿赖耶 阿赖耶能变 真心不变